商业的本质这本书作者是杰克维尔奇 年近45岁就成为了通用电器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和CEO 出任后的20年间 这位商业传奇人物 使通用电器的市场资本增长了30多倍 公司的世界排名从第10提升到第1 杰克维尔奇被誉为最受尊敬的CEO 全球第一CEO 美国当代最成功最伟大的企业家 他的杰克维尔奇自传被称为CEO们的圣经 这本书的群策群力 这个方法是至今都让我受益匪浅的一个方法 享受着集体的智慧 共同解决问题的时光 这本书看过之后有醍醐灌顶之感 将很多复杂的商业问题 用最浅显的方式解释 并且加入了很多真实的人物案例 结合作者的亲身经验 作者总结很有借鉴意义 维尔奇在序言中讲到 人和人都不应该单枪匹马的从事商业 商业归根结底是一项团队运动 需要集思广益 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 尽最大努力去征求他人的建议和想法 获得他人的帮助 在商业的问题上 永远不能停下学习的脚步 人和科技的因素影响很大 商业运作是一项宏大的事业 前景难以预测 也许正因商业的前景难以预测 才让人对商业的本质更感兴趣吧 那么这本书总共分为三篇 分别是商业篇 团队篇 职业篇 商业篇讲的是如何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协调员工 行动 如何制定战略 如何东山再起 如何稳步增长 如何激发员工的创新灵感 主要讲的就是营销 财务问题和危机管理等等 那么团队篇呢 讲的就是新型管理模式 如何打造卓越团队 如何招聘 激励 培养和留住人才 还有如何管理天才等 职业篇讲的是 生命应该如何度过 如何走出职业低谷 职业生涯结束后 应该做什么 作者站在CEO和企业掌舵人 的角度去思考 如何解决 企业发展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 并给出了高屋建领 提护灌顶 郑中要害 抓住重点的解决方法和见解 那么书中涉及的内容比较多 我整理了六点重要内容 来探讨一下 商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第一点就是 要像教练一样去协调 和指导团队 如果你想提高协同力 迎来良好转机 那么你要立刻行动起来 摆脱这些境遇 真正同下属接触 了解他们 关心他们 事实上 好领导就像好销炼 自己站在场外 看到队员有了出彩表现时 会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情不自禁的欢呼雀跃 当选手们走出赛场时 他们会不顾选手 浸满汗水的衣服 而给予热情的拥抱 他们还知道 如何跟每一个队员 打交道才奏效 首先 商业是从人入手 从团队管理入手 建立共同的目标 协调并指导团队成员 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像一名教练一样 第二点就是 持续进行 渐进式的创新 在商业领域 最好将创新定义为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渐进式改进 只有这样 才最有可能实现创新 创新可以是 也应该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 持续不断的 正常的事情 创新可以是 而且也应该是一种心态 每个员工 无论位于哪个级别 在每天早上 他进公司的 大门那一刻 都应该思考如何创新 心想 我今天要找到一个 更好的工作方法 一提到创新 大家常常会觉得 这是很艰难的事情 需要做出一个多么宏大的壮具 才算创新 其实不是这样的 创新就是不断的精进 不断的在脑中去想 如何能将事情做得更好 并去找到这样的方法 实施起来 这就是创新了 原来需要三天完成的工作 现在两天就完成了 如果原来每天 能遇到一个面试 现在能遇到两个了 长时间下来 创新 甚至就变成了一种工作方式 如果创新 能成为全员的工作方式 那么 整个公司的效率 将得到持续的提升 不就是这样子吗 要不然 为什么那么多公司 在倡导创新呢 第三点就是 不断的探求真实 不懈的建立信任 简单地讲 领导力的内涵 或许可以概括为 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点就是 真实和信任 第二点是 不断的探求真实 不懈的建立信任 我们所谓的探求真实 就是直面公司的精英现状 以及未来的挑战 探索真实就是这样 永远不满足于 假定和承诺 如饥似可的探索真相 排除一切倾向性意见 有此其比 有表其理 无论最终收获的是 荣耀还是伤害 无论你是否喜欢 真相总会展现在你的面前 在商业领域 求真务实的态度 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武器 能够提高公司的运作效率 提高公司的公平性 灵活性和创新性 让公司成为一个令员工向往的工作场所 员工也愿意为公司结成奋献 可能你认为自己在公司里的地位并不高 没必要把探求真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因为坚持探求真实太悲选了 太特立独行了 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请打消你的想法 追求真相会带来巨大的好处 激发所有人取得更好的业绩 因此无论处于哪个级别 无论是初次担任团队领导者 还是公司的CEO 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探求真实 追求真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拨开迷雾看见真实 但这个真实未必一定是你想象的 也许会让自己很难受 但无论如何 那就是真实 是需要直面的内容 不能因为追求真实很困难 或者面对真实很无力 就放弃对真实的追求 当你所追求的真实 逐渐清晰呈现在眼前的过程中 那么解决真实问题的办法 也随之变得明了了 而基于真实去做事 无疑是正确的方向 也是正确的事情 在真实的基础上 建议的信任 也将更加的牢固 第四点是 差异化考核 精炼团队 在团队片中 针对于如何打造卓越的团队 作者写了如何招聘 如何留人 如何进行差异化考核 那么这个其中 印象最为深刻的 就是差异化考核了 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 比较多的这个 绩效考核结果的强制分布 一定要分出个优良中差 在这个过程中 人力资源要做的 除了进行考核以外 还需要协同部门 进行绩效面谈 关于面谈的这部分 作者也进行了详细的区分 如果你作为经理 那么可以这样说 乔一 你是一位超级明星 是我们团队中 最优秀的20%的人之一 你的未来是光明的 我们将大幅增加你的薪水 增幅超过平均水平 以便体现出你的贡献 以及我们对你的长远期待 或者经历 也可以这样说 乔一 你表现得很好 不过有些方面的能力 你需要培养一下 我们希望能帮到你 你在我们的团队里 属于中间的70%的人之一 是很有价值的 你的掌心 会体现出这个现状 那么如果乔一 实在令人大失所望 那么经理也可以这样说 乔一 我觉得你的表现并不好 我们讨论过 你连续六个月 没有达到业绩指标 你也没有跟大家分享好创意 因此 这次就先不给你掌心了 那么我想想 来年怎么帮你找到一个 更合适的工作吧 是的 这就是针对不同的考核结果 进行面谈的大致内容 针对20%优秀的人 要肯定他的优秀 并给予升值加薪 针对70%中间的人员 要肯定他的价值 同时还要指出他的不足 以及对他的期望 那么针对 剩余10%的绩效不良的员工 需要降薪降值 或做辞退处理 这样做乍一看 对10%的人员 似乎不太友好 有点某位淘汰的意思 其实未必 对于绩效不良的员工 则是给予他一个 重新选择的机会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对双方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第五点是 做自己喜欢 并且擅长的工作 有一个妙策 能帮助你明白 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被称为 命运之欲的 职业评估过程 这个评估过程是 这样发挥作用的 把你的生活 想象成两条高速公路 一条路代表着你擅长的事情 那么另一条路 代表着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现在 想象一下这两条高速公路 交叉的情景 你的幸福 与你的能力 实际上交叉 就这个交叉点 那么这个交叉点 就是你构建职业生涯 最理想的地方 找到自己的命运之欲 在哪里 成就便会与幸福相遇 在那里 工作不再是工作 而是完全变成了自己的生活 你的工作 正好是你喜欢和擅长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工作 不是工作 是一种享受 是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也写到 如何选择工作 有四个原则 喜欢的 擅长的 专注的 有成就的 只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工作 才能专注 专注着去做的事情 就会很有成就感 从而 长久的持续 第六点 是整合别人的建议 你会变得更聪明 你可能会被要求 收拾桌子走人 你可能退休 然后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迷茫 疲惫和无聊 这都没有关系 不要让一次失败 阻碍你前进的脚步 每一次结束 都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让你变得更聪明 更有经验 更勇敢地继续走下去 世界充满着各种想法 畅扬其中 时刻接触新想法 而不是偶尔为之 处处寻找更加聪明的创意 整合你得到的想法 加上你自己的思考和分析 将这些想法升华 将有用地带到你的工作中 保持开放的心态 不断地去接纳新的想法和意见 其思广义 成为自己的想法 将有助于解决更多的难题 而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也将变得更聪明 更有经验 更加勇敢和坚定 总的来说 这本书的内容真的很多 干货很多 也很实用 而且任何行业的底层架构 好像都是需要商业去运行的 所以了解商业的本质至关重要 了解听出了本质之后 我们也可以在各行各业的发展中 更加如鱼得水